最後的三分球 今天四投零中 洪凱傑倒是打得非常輕鬆 好 凱傑這個距離相當遠啊 馬上利用對方的失誤了就投進球 凱傑再勾他的肉獎 好 地板球送給夏季 洪凱傑出攻 藍板撥到了洪凱傑的手上 哇 那現在這個時間基本上對於 孟凱傑來講並沒有辦法再拖了 就必須犯規 是 所以德偉趕快犯上一規 因為剛才已經被逼到剩下兩秒鐘的出手 對 雖然招呼到的是對方的臉部 但他不是故意的 因為只是知道說以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沒有時間再想辦法拖一波了 不過即使洪凱傑兩罰都進 那孟翔佳也只落後一個三分球而已 沒錯 沒錯 我覺得今天其實鳳凰偉是做得蠻好的 就是把孟翔佳的主力的射手群守得很成功 根本沒有給他們太多的機會 凱傑的第一球 凱傑進 他今天第一次站上罰球界 賽季是六成三的罰球命中率 這個我們在前面講過 在今天的罰球次數部分 其實 就新特利一個人最多 其他的隊友其實沒什麼機會 第二球沒進 但是第二球的籃板沒有抓到 哇 這個 這個失誤太要命了 對 球滑掉 結果被洪凱傑又拿走 然後對方還犯上一龜 但不管怎麼樣 其實還有機會 因為你現在犯規的話 對方再上罰球線 也有可能是兩罰中一 對 那也就是個三分球差距 就像剛剛他們 如果兩罰都中是一樣的狀況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先要來看對方 罰進幾顆球 那如果真的又是兩罰中一 你第二個籃板球 就不能夠再像剛剛這樣子了 那現在洪凱傑呢 可能因為 身上有傷 是不是因此呢 可以讓其他人上去代罰 所以剛剛被 打到臉部 現在執行代罰的是檢庭兆 是 洪凱傑 我流血了啦 必須要下場 我不要承擔這個壓力 但以他今天的狀況 我覺得他來罰當然是最好的選擇 對 因為 庭兆其實在下面做很久 對 第一球罰進 感覺他還蠻穩的 他是6x7的賽季罰球命中率 好的 所以這個球如果真的對方沒罰進 籃板球 就不能夠再發生剛剛這個要命的失誤了 對 一定要把球拿下來 想到當年的卡達亞運 最後換人罰球 對 對對對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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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